字幕提供 Hello 歡迎大家回來自賦Buy & Sell 我是俠子Buy人 今集會說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般人必夠膽進去做生意 尤其是做食屎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為什麼未必夠膽進去? 不是哪裏有錢去哪裏賺的嗎? 如果你說給我自己 因為我本身住港島東區 你叫我每天去到屯門工作上班 那我都會覺得比較遠一點 那當然啦 你說賺多少錢 那當然這個判也要說 那首先說到 如果你自己本身住港龍新界 對屯門這個地方不太熟悉 那我今集會告訴你 因為本身屯門都很大 有什麼良景 啟風 之後有碼頭 又或者有VCity那邊 再去到富泰那邊都會有的 其實只是說東區去西區 你搭的士去碼頭 其實都可能差不多要100元 那你就知道那個距離有多遠 而說到屯門區 有什麼地方食肆是比較出名的 當然你說新去街市那裏有很多東西 然後VCity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洪橋那裏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今集就會說回近碼頭那邊的一個餐廳 這個編號就叫SY0080 那個簡介名叫屯門大牌西餐廳轉讓 這個西餐廳轉讓 說到屯門碼頭那裏 那有什麼人口吸引到你呢? 當然啦 你說雅樂花園那裏已經有一堆人在 之後去對面有個公屋屋邨 然後再過一些有個啟風的屋苑 而大家也會很清楚 如果住那裏一定會知道 那裏對海是會有一排的餐廳 每個早上其實都有人在海 然後去到下午那時 那些學生回家或者吃午餐的時候 也都會在那裏聚集住 還有它有一個輕鐵的總站在那裏 然後做到基本上 就是你說平日的下午五次生意沒什麼休的了 那如果你說去到五六日的時候 那裏更加是排隊排隊的 那這就是它的地理優勢 那今集介紹這個還有西餐廳 那西餐廳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因為本身那裏不多 如果你要找西餐廳的食物 基本上就會找上去 那這個盤呢 其實現在賣價是75萬 那為什麼要放出來呢? 它是因為有四個冬主 其中有兩個冬主 就是會負責店的營運 其中一個冬主 他就說 準備移民來香港 在計劃中 所以他們就決定 現在這個時間 開始放售 那另外一個冬主 基本上就全職會打理 他那個樓面的情況 而另外一個冬主 他就兼職負責 頂間廚房放假的形式 那現在他的租約都到2022年的11月 他就總共基本上 380尺左右的地方 不是很大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去過那區 你會清楚 很多桌子會在商場裡面也好 在商場外也好 會排出來的 做午市、學生餐等等 那另外 他現在最主要就是 買中午午市做一些學生餐 晚上就是做一些巨扒的餐 他的價錢就由58元到168元等等 你說多加飲料 那賣單就200元左右 OK 其實他現在用的職員人數 會有冬主 當然有三個全職的廚師 兩個是2萬元 一個是1萬8元 兩個樓面是1萬元 一個洗碗60元一個小時 一個月大概是1萬4元左右 其實他說裡面有多少座位呢 22個座位 一個熱餅機 一個座熱爐 兩個炸爐 一個電磁爐 一個扒爐 一個微波爐 一個冬季 POS機 這些都有 然後 午市的時候 大概做午餐 35至50元 晚市 65至180元 每個月的平均營業額 是22萬 如果你要檢查數 可以到場時檢查 之後 生意比例 平日是6000至7000元一天 假日可以到1萬元以上 當然 到聖誕節 復活節前後 這些會有特別的套餐 更加貴一些 然後 食材成本 其實都是20-25% 相對西餐廳 還會低了5-10% 它有什麼營運支出呢 電費6000元 水費800元 水費是一季的 然後 保險費28000元一年 然後 猜響3000元一季 管理費3739元一個月 現在 它的利潤大概每個月 賺3至4萬元左右 總工資 87000元 月租這個關鍵 在這麼好的地理位置上 其實它只是收2萬3千5百元租金 做22萬營業把握 扣除所有的益 然後 純利就3至4萬元左右 如果真的有興趣去了解這個屯門的西餐廳 記得聯絡932那邊的同事 打電話 92932 同事那邊 會馬上聯絡你 帶你去那裡去看看 不過 這個盤有個特別的地方 員工是絕對不知情的 所以 如果要去看 通常可能是 早上10點前 或者晚上10點後 去看廚房 就沒問題了 如果你說 我只是想看看人流 那 跟932那邊的同事 下午去試吃它的餐單 又或者是 中午 晚上去試看看人流 都OK 沒問題的 那今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 關於生意的東西想查詢的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按讚 還有按訂閱 還有按笑 還有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第一時間告訴你 OK 今集就到這裡了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我去看《世界電視父母》 我去看《世界電視父母》 看《世界電視父母》 《世界電視父母》 那天